渔民捕鱼不喂吃,究竟为哪般? 四年一轮回,千里迢迢,不惧生死,只为返回故乡,其中的奥秘何在? 神秘师弟,破解鱼群返乡之谜 想救大马哈鱼,左边中国正在播出 在吉林省浑春市的一家农贸市场 每年秋季,经营税产品的商户都会从俄罗斯进口大批大马哈鱼 不菲的价格却依然能吸引不少食客光顾 这其中的缘由说来也很简单 大马哈鱼不仅肉质鲜美,而且营养价值非常高 因此能在大马哈鱼最为肥美的世界品尝到它的滋味 就是好使者为之得意的美式 中国吉林省东部的图门江发跃于长白山东南部 干流全长525千米 图门江是中国和朝鲜的结合 另一端又与俄罗斯接壤,并直通大海 江中也盛产大马哈鱼 于是,沿江而建的房川村 就成为中国渔民捕捉大马哈鱼的第一站 大家通知了,过两天就开始捕大马哈鱼了 大马哈鱼的重要性我不用再说了 中国也都知道 我就说几个点 第一,一定要注意安全 折卸员,喝酒,不能下降 第二,必须得保护好大马哈鱼 大马哈鱼大家都知道,不愿意活 一定要保护养活的 在这座村民不足百人的房川村 大鱼是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市值金秋,正是捕捞大马哈鱼的最好季节 可是在房川村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但凡渔民在图门江上捕捞的大马哈活鱼 都不能留作食用或买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在图门江呢已经等了三天了 这里一直是大风 那么到了今天终于是风和日丽 我们也起了一个大早 现在呢也就是捕大马哈鱼最好的时机 我们马上穿上这个就下江捕鱼去 捕鱼去了 你坐坐坐坐坐在后边就行 像一般你们都是在什么时候来捕捞大马哈鱼呢 就是九月份十月份 两个月的时间 对 大马哈鱼是鲑鱼的一种 属于回游性肉食类鱼种 它们出生在江河淡水中 却在北冰洋和太平洋北部的海水中长大 经过四年的成长 其中一部分会在每年秋季 沿太平洋进入到中国黑龙江 乌苏里江和图门江一带 进行产卵孵化 在漫长的迁徙途中 大马哈鱼不再觅食 仅凭体内存储的能量 以每周夜行进三十至三十五千米的速度 向出生地奋力前行 此时 在地球的另一端 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已经迎来了 纪念最多一批大马哈鱼的到来 与此同时 有更多的物种 从水下 陆地 甚至是天空 开始相思集结 在广袤的太平洋上 有二百多种生物 是通过大马哈鱼 获取生存的能量的 受本能的驱使 成群结队的大马哈鱼 依旧以世子如归的精神 奋力奔向他们的出生地 在这段充满艰辛的旅程中 每千条中 只有四条 最终能活着返回家乡 会有途中残酷的杀戮 也不能阻挡许多大马哈鱼 抵达旅程的终点 在他们的体能 还未耗尽之时 雌鱼已经为繁育后代 做好了一切准备 随着雌鱼卵子 和雄鱼的精子 集合在一起 大马哈鱼 最终完成了 这次悲壮的旅程 不久 他们便会相继死去 我们现在是第一次捕鱼 看看能不能捕到 看看运气怎么样 对对对 今天天很好 像这种天气 捕捞这个马哈鱼 是最适合的吧 对对对 按正常来说的话 这天有鱼 这天有鱼 你这么说 我会觉得放心很多 有点激动啊 因为这个大马哈鱼 它每一年 它是四年回来一次 那么你捕捞一条 一千条才会有四条鱼 能够到达铜门江 也就是说 我们是千分之四的机会 看看这千分之四 在这一天 这一趟里面 能不能打捞到 经过一个上午的守候 渔民们几次下网 均为捕到一条大马哈鱼 在大马哈鱼的回游记 竟然很难寻觅到 他们的踪迹 为什么当地的渔民 还要进行捕捞作业呢 在渔村的码头 一位一身户外装束的人 十分引人注意 据村民介绍 他叫万纪武 是吉林省 图门江边境渔政管理站的 高级工程师 每年大马哈鱼的回游记 他都会常驻图门江 观察渔情 老喜啊 这是咱们建材的 您好 咱们看看鱼形 慢点 好嘞 因为这条鱼历史上在图门江 总群比较大 那么据我们了解 历史上咱们图门江大马哈鱼 每年产几万条 那么最近几年时候 从我们实际 那个限制生产来看吧 每年也就区区的 只有几千条 那么咱们到繁殖记忆的时候 把所有的力量组织起来 抓到的活鱼 也就几百条 不到一千条 联合国海洋公约法 66条里面规定 就是这种 缩合性产卵的鱼类 这个国家 对这条鱼 有一定的权利和责任 如果说 你的贡献够大的话 那么说 你在北太平洋 可以捕捞这种鱼 所以说大马哈鱼 对咱们图门江的意义 就是说 这一条鱼 关系到我们 能够出海去捕鱼的权利的问题 只有保护好 大马哈鱼的种群数量 才能享有 大马哈鱼的渔业资源 万纪武 道出了防川村渔民 打鱼不吃鱼的原委 图门江 作为大马哈鱼 回游的重要通道 吉林省图门江 边境渔政管理站 四年前 就联合防川村渔民 开展对大马哈鱼的 救助性捕捞 科研人员希望 在大马哈鱼的繁殖期 以人工干预的方式 提高鱼苗的成活率 从而实现 大马哈鱼 种群数量的整体提高 为了能更好地研究 大马哈鱼回游的规律和习性 万纪武早在四年前 就对犯规的大马哈鱼苗 做了七维标记 按照大马哈鱼 四年一个轮回的回游规律 今年正是大马哈鱼成鱼 回游至图门江的时候 已经在江边 遁守了一个月的万纪武 始终没有发现 当年那些 做了七维标记的大马哈鱼 摄制组和渔业专家 万纪武的偶遇 让大马哈鱼神秘的轮廓 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为了能深入了解大马哈鱼 在中国吉林省东部 同门江一带的生存现状 万纪武将遁守寻找 标记鱼的工作 委托给了当地渔民后 便带领设置组 前往距离浑春市50公里的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大马哈鱼人工繁育基地 大马哈鱼的鱼卵 只能在淡水中存活 这也许是大马哈鱼 为什么不惜生命 奔波至此的原因之一 枝叶繁茂的原始森林 是蜜江河水最好的过滤器 清澈的河水 让十分挑剔的大马哈鱼 选择此地作为他们的产暖场 浑春市蜜江河大马哈鱼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依水而建 设置组赶到时 恰逢基地的技术人员 正在为几天前送来的大马哈鱼 实施人工催产 鸡的根部 对 有个角度 这就是催产的过程 对对对 好像就一点点催产的 根据体重 我现在设计那个剂量啥呢 一公斤一毫升 两公斤就两毫升 你现在把鱼放在这里面是做什么 这个麻醉 麻醉 没有看到麻醉呀 不是要麻醉剂在这里 水溶的这种麻醉 1.35 好 还要量它的体肠 长路 长路 水溶 你就进去问 这就是催产针了 白色的液体 这个胸肌的肌部 扎入 扎一部分多一点 一部分多一点 嗯 哇 这条鱼大嘴 它尽量就压一下 压一下 放入水中 有睁眼吗 它会疼吗 估计会疼 估计会疼 通过人工繁殖 育苗等手段 向北太平洋 放归大马哈鱼 现在 房川村渔民 在大马哈鱼的繁殖季节 进行捕捞作业 渔政府们按照市场价格 从渔民的手中收购活鱼 并将收购的活鱼 运送到大马哈鱼 水产种制资源保护区 进行人工繁育 直至来年4月 将长成的鱿鱼 重新放归大海 大概每年 你会投放多少尾 到这个图门江 你像基地建设之前 那么马哈鱼 也是靠它的自然繁殖 等于是靠天吃饭 这个数量也恢复得很少 但是经过这个基地建设之后 每年有30万50万 现在达到最高80万尾的育苗 像这几年的话 应该一共投入了 将近300万尾 是一个很大的量 对于咱们图门江来说 算是在逐步增加量 但是放在大的环境来说 这个量是太少了 从国际工业法来说 这种量是微不足道的 你像美国 日本 加拿大 他们一年放几千万 或者上亿 随着中国人工繁殖 大马哈鱼技术的日趋成熟 对大马哈鱼实施人工摧产 人工受精技术 也在逐步推广应用 现在进行的是大马哈鱼的人工受精 我看它的鱼籽现在全部都是散的 对 就是经过这一周的这种摧产 那个催化之后 它就完全成熟了 成熟了 对对对 大概一条马哈鱼有多少个鱼籽 已经达到两千多 将近三千粒 现在就是把永性的那个净液挤出来 然后与这个已经成熟的卵进行混合搅拌 让它受精 就是人工辅助这个马哈鱼受精的过程 对对对 那这两三千粒里面都能够成活吗 对 经过人工浮化都可以成活 几乎95%以上 好高的成活力 所以这是咱们人工浮化的这种意义 它能够弥补这种季兰界浮化力比较低的这种鱼籽 随着幼豫的诞生 一场为期六个月的体能和生存技能训练 很快就会开始 图门江流域大片的湿地 就是大马哈鱼鱼天然的训练场所 对于每一条大马哈鱼鱼来说 这次训练的成功与否 直接关系到它们四年后 还能否重新回到出生地 李志兴是这片湿地 鸟类观测及保护的一名志愿者 十年前李修复闲在家 他就动员身边的人一起保护湿地 对于湿地的情况 他了如指掌 进行这片湿地面积不是很大 大约五千多公顷 春天那时候 两条路线的千辛鸟类都在这里集中 最多的时候 大约要几万只 甚至达到十万只左右 整个一个村记 路过这里的鸟 包括停留在这里的鸟 大约要一百多万只 那时候你会感到人就站在鸟群中间 那时候你会分不清哪里是天 哪里是地 就是说这块湿地面积虽然不太大 但是它是鸟类迁徙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驿站 静信湿地是候鸟的驿站 每年各种候鸟在此做短暂停留 排下的粪便为湿地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大马哈幼鱼的生长期是在寒冷的冬季 此时鸟类大多已经迁徙到其他地方繁殖生息 这就为大马哈幼鱼的成长提供了时机 李老师 你们保护湿地 保护鸟类 对铜门江的大马哈鱼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是这样 我们保护了这片湿地 那么它的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丰富 这就为在铜门江下游这一段生活的大马哈鱼幼鱼 提供了丰富的饵料和非常好的生活环境 吃这个饵料很充足 它就会长得很壮 长得比较大 在为它在大海里边更好的生存 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渐渐条件 李之星在对静细湿地的鸟类观测后的对比中发现 近几年 静细湿地的生态环境改善 让一些候鸟改变了习惯 冬天也留在了静细湿地 你看到什么了吗 你看往前面的水面上 在边上有一小清晰也压 在分散的活动 现在距离比较远 我们看不清是哪里种类 那么我们要慢慢地往前走 适当地接近它 我们现在可能镜头捕捉不到 在我的正前方有很多的黑色的鸟飞来飞去的 但是它们应该是需要比较安静的环境 所以我们尽量地走路的声音 说话时间就小一点 您现在能看到吗 可以看到 这都是野羊 像这个季节 一般您预计在这里能有多少种类 鸟类在这里 这里跟实地有关的鸟类 我们统计过大约六十几种 但是在这个季节 我们经常看到的也只有二三十种这样 这是比较常见的这种 你像鸭类里边有十几种 我们常见大概七八种 海鸭类的也有十几种 可是我们常见的也不过那么五六种六七种 鸭类里边还有这个总化秋刹鸭 那五国一级保护鸟类 在这里见到的机会就更少了 但是你每年都有人在这附近见到过它 出现过 对 每年都有人在这见到过它 鸟类滞留数量的逐年增加 说明水下生物数量的增加 最常可惜 刚才我们说话 声音大了一点 把鸟给惊动了 影响到它们生活了 但是那里边还是有一些 躲在草棵里边 好像我听到这个十几里 你看又飞起了一只 看到吗 看到吗 又飞起了一只 再远一点 那里有一群 那是什么 那都是也一样 那都是也一样 我们越靠近 是 我们反而能看到越多的鸟类 我们影响到它们的优先的生活了 那我们现在还是往回撤吧 对我们往回撤一撤吧 留给它们更舒适的生活空间 对 不要惊扰到它们 但是我们还是很有收获的 是的 看到了好多种 是的 鸟类哈 实地是鸟类生息繁衍的优良牧场 鸟儿为湿地生物带来了各种所需的养分 滋养了水下生物的多样性 良好的生态环境 保障了大马哈鱿鱼的茁壮成长 图门江上依旧闪动着渔民们忙碌的身影 摄制族第二次赶到江边 希望能用镜头捕捉到那四年前被万纪武科研小组标记过的鱼 但是一直在江上坚守的万纪武 始终没能发现追寻已久的目标 这让它感到有些坠坠不安 果然如金万格所调 当渔船进入他选丁的第一处下网地点后 第一网下去 守网室发现真的是一无所获 不过记者倒是从图门江上的不渔体验中 逐渐掌握了守网渔网的技巧 好 办吧 好 帮我 越来越熟练了 对 越来越熟练 你去当渔民吗 刚才那网没有渔市的 没有 那网第一网没有收获的 是啊 但是我觉得第一网没有 第二网可能要第三网那些 你手上往前点 好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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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网被频繁抛住江中 又被再次捞起 这样反复进行了一个上午 大家都有些疲惫了 你慢慢手 慢慢手 您觉得有没有鱼啊 现在是感觉不出来 是啊 现在感觉还没有感受到重量 哎 我怎么觉得有点重了呢 有错过了 是不是啊 慢点你 慢点啊 真有轻吗 是我的心理反应 记者一惊一乍的表现 让坐在船尾 紧盯江面动静的万纪舞 十分紧张 这个收网也要收很久啊 好像有啊 真的啊 哎 你怎么知道啊 有点感觉冻了吗 啊 你能感觉到 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呢 看吧 感觉到有点冻了 嗯 有 在哪里啊 哦 看到了 你看看 有了有了 我们让我们镜头看一下 就在这 哎 回来 哇 好大一条鱼 让我看一下好不好 让我们看一下 看它跑活的 你要把网扯破吗 这点撕破 啊 这网多可惜啊 你不心疼吗 它不让鱼死 时间长了 鱼死了 你们这里的人都这么干啊 对 直接把网撕破 就为了就活鱼 哦 牙齿好长 为了保证大马哈鱼 在入网后不至于死亡 扯破网旧鱼的举动 时常发生 好紧张 渔民们对此遭遇习以为常 是吧 面对整个上午的第一次收获 今晚隔颇为高兴 而站在船尾 手握相机的万纪舞 好重啊 却一直紧张地 盯着鱼稳看 我们看一下它的尾部 哇 你看 尾棋有没有那个缺的 看看尾棋有没有缺的 啊 没有 啊 天 这个鱼 好重啊 赶紧赶紧养活了 好紧 在那里捕大马哈 在那里捕上来一条 而且很重啊 它是捕的还是供的 能看到吗 刚才那个好像是供的 好激动啊 感觉还会有下一条鱼 是吧 继续努力 继续加油 在这里捕鱼 最有意思 收网的过程 也是收获的过程 对 但是也是很紧张 这种忐忑的过程 哎 好像还有了 又有吗 真的 哎 感觉是有点沉 哎 又来了一条 哎呦 今天我们收获太大了 你看 这条鱼更大了 对 这是母鱼 你又要死网了 哎 我们这几天的辛苦 总算是没有白费啊 一网捕上来两条 哇 它好像要咬我 哎呀 小心 它又咬着这个鱼网了 这点厉害啊 那比你生气呢 应该讲生命力都是很顽强的 对 哇 我们今天真是太有 就扶两条了 对 已经有两条了 你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 这天很多在图门江捕鱼的渔民 都开始有了收获 万纪武还是没能发现 被有标记的大马哈鱼 鱼政部门按照市场价格收购的方式 提高了渔民的积极性 救助性捕捞大马哈鱼 已经成为当地渔民的常态 现在 防川村的渔民 每年能为孵化基地 提供近两千条鲜活的大马哈鱼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万鱼涌动重回故乡的场景 会再次陷现在图门江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